谦逊的力量,承认不足,虚心求教。 在生活中,保持谦逊是非常重要的品质。 谦逊让我们更容易接受他人的建议和批评,从而不断进步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。 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是谦逊的第一步。 只有了解自己才能更好地提升自己。 谦逊并不意味着自卑,而是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。 这样才能更开放地接受心知并向他人学习。 向他人学习是保持谦逊的重要途径。 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经验和知识,值得我们虚心请教。 在团队合作中,谦逊能够促进良好的沟通和合作。 尊重他人的意见,才能共同完成任务。 达到更好的成果。 谦逊的人更容易赢得他人的尊重和信任。 通过平易近人的态度,我们可以建立更稳固的人际关系。 当我们取得成功时,谦逊让我们不焦不燥,继续努力。 成功不是终点,而是另一个新的开始。 遇到挫折时,谦逊让我们更冷静地反思自己的不服,从失败中汲取教训,为下一次成功做好准备。 谦逊的人更容易接受批评和建议,将其视为成长的机会,而不是对自尊的打击。 在学习过程中,谦逊能够让我们保持学习的热情和动力,始终追求知识的增长和自我的完善。 谦逊不是软弱,而是一种智慧和力量的体现。 懂得谦逊的人,才能更好地掌控自己的人生。 让我们一起保持谦逊,认识到自己的不足,愿意向他人学习。 这样才能不断进步,成就更好的自己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